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今天来谈谈大家很多人在问的问题 就是怎么样可以开天眼? 开始之前,请大家先按一下订阅的小铃铛以及赞 这样以后老师更新的时候 你才能收到第一手的通知哦 也帮助老师快速达到十万订阅者的目标 感谢各位 好!今天就来说说什么是天眼? 天眼这个词汇其实不只是来自于道家 就是在佛教里面也有说到关于天眼的部分 诸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里面就提到 世尊也就是释迦牟尼佛问了吴敬意说 如来有天眼佛 吴敬意答 如来有天眼 那到底天眼是什么呢? 在佛教天眼是色戒天人的眼睛 所谓色戒天人就是凡人 但是你已经证得了如来 如来心 也就是凡人可以藉由什么?禅定或是念佛可以修得 天眼他可以看到任何东西 不论前后内外昼夜上下的限制 但天眼看到的只是和因缘产生的假名之物 什么意思?就是他只能看到什么?物理性质的东西 他不能见到真正的佛法实相 而且他也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 但是就是不能看到所谓的神佛了 如果说你想要看到穷极一切世间的真理 那就还需要修什么?修到法眼跟佛眼 那在于道教方面 天眼他就是属于无上之眼了 他可以穿越时空观测到过去现在跟未来的眼 但是天眼他也不是无敌的 然后他也是有限制的 你有多深厚的修为 你就可以看多远的过去跟多远的未来 而且下一位来的看到东西也不一定是准的 这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漫威演到的那个奇异博士 就是说当你改变了现在 那未来也会同步的改变 那你之前所看到的未来 因为你现在的改变 那你那个未来就变成了梦幻泡影 就不复存在了 那因为世界就因你的决定跟选择而改变了 而天眼这个观念无论在佛界或是道家或是埃及的法老王之眼或是和鲁斯之眼 其实都是属于相同或类似的能力 而这样的能力都有一个相同的特性 什么呢?人人都可以修得 那要怎么修得呢? 这个很重要 其实天眼啊 就是人脑袋中的什么?松果体 它的位置大概在这个眉心啊 眉心的脑后面的中央 这个松果体 它的作用其实很大的 我们先不要谈天眼 它是天眼的控制器开关的主要来源 更是我们身体所需要分泌的什么东西呢? 褪黑素的主要器官 这个褪黑素啊 最主要是做什么呢? 是来做我们生理时钟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也是我们人体中的感光器 它能让人在夜晚的时候知道要疲倦 然后你要休息了 也负责什么?身体是说 哎 你在要排毒什么的 也是靠这个褪黑素 那这个褪黑素 它最大的作用时间在什么时候呢? 它的最重要时间是在半夜11点到凌晨一点 它的活动是最大的 如果这个时候啊 你没有进入黑暗中睡眠 那带来的副作用什么呢? 你可能可以很快速的老化 皮肤变差 精神变变得不好 而且还有机会怎么样? 提高很高的离癌几率 有研究指出啊 如果你晚上睡觉不关灯 也会大大增加离癌的风险 其实这个主要也是跟褪黑素 有很大的关系了 好 回到我们主题啊 这个松果体的科学作用啊 虽然已经被证实了 但是学学的功用 却只有在数千年前传下来的什么文献 与资讯才有存在的啊 这些文献呢 无论中外都在在说明 人类 你只要透过松果体的修炼 你可以进行更高维度的提升跟感知 什么是维度啊 其实维度就是类似于次元的概念 老师举个例来说明好了 如果有一颗球 在一次元的空间里面 它的定义是一个点 一个球就是一个点 但如果在二次元的世界里面呢 比如说像蚂蚁 蚂蚁他的感官就是二次元的 他所看到的是什么 一片球 他是平面的 他只看到一片的东西在那边 球对他来说 不会是立体的 然后在他的世界里面只有平面 他在我们人类啊 或是我们现在所感知的这个世界里面 是属于三次元的 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一颗球他在那里 那边有一颗球 这是我们三次元 但是在四次元就可能会被理解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一颗球存在在一个时间内 怎么说呢 意思就是这个球 他存在一个阶段的时间内 而不存在另外一个时间内 讲的比较简单一点 就是说可能前一天的时候 这颗球在别的位置 现在这个时间 这个球存在这个位置 意思是什么? 四次元所要考虑到的 不只是空间 而这个球存在哪里 而是要同时考虑到时间跟空间的 同时存在的时间轴的概念 也就是会看成这颗球存在那个时间的那个位置 必须同时去定义它 而不是只有那个物体的存在 那这样的比例 不知道各位懂不懂 那除了四次元这个维度之外 有没有更高次元的维度? 有 但是目前我们没有办法太去思考说 更高维度在哪里 我们只能假设 假设什么? 佛界、天界、天堂、恶魔、地狱 它存在的地方 可能是不同的维度 就像怎么样? 蚂蚁世界认为 灾难是突然出现的 为什么? 假设有只死蚁兽 然后他在路上 哎,看到一个蚂蚁窝 我要吃蚂蚁 然后说他就把舌头撑到蚂蚁窝里面 把蚂蚁给吃了 那蚂蚁会做什么? 跑来跑去而已 为什么? 因为他不知道这个灾难到底从何而来的 就算是死蚁兽 他已经站在窝那边了 站在蚂蚁的面前了 他一直看到什么 一片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同伴就消失了 不见了 没有了 他是消失了吗? 不 他其实是被吃掉了 这就是你二次元跟三次元不同维度的时候 你的感知就变成你无法去理解 那讲到这个例子 各位有没有想到什么? 在我们世界上 同时也发生很多类似的案件 是什么呢? 就是天坑 天坑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现 而许多天坑都是怎么样? 突然出现的 这些天坑有个特色怎么样呢? 他都是垂直的比较多 几乎都是垂直的多 而这些坑的洞壁啊 他的洞的那个边缘啊 很多都是很光滑的 很平整的 就像切蛋糕一样给他切下去 就像我们冷气机要去钻那个冷气的洞 分离是冷气要钻那个洞 洗出来洞一样 光光滑滑的 很多都是这个样子 还有就什么样? 他的洞穴是非常非常的深 有的见底 有的不见底 那当然有很多科学家不断的去研究这个天坑 是如何形成的 包含什么? 甲烷的爆炸的可能 或是有各种的地理环境的变化的可能 那这些科学家的推测 当然都是很客观 也富有逻辑性 去推测这些天坑形成的原因 还有原理 但是我老是举个例子 像我们的什么瓜地马拉的城市天坑 他是突然出现的 也就直接生不见底的下去了 为什么? 不是很清楚 还有就是什么四川的天坑 或是我们海底的一个类似天坑的东西 是不是也有可能是这样的原因? 不同的维度的东西在我们身边运作 而我们就像蚂蚁这样 不知道为什么 但它发生了 凡事出必有因 真的是没有原因就发生吗? 可能只是我们看不到了 回到我们天眼的主题 其实修炼天眼了 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更可以说是人人都可以修炼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条件 或是你要什么样的人 你才能够修炼 或是你要什么样的体质 或什么带什么天命 没有 他只有唯一的一个条件 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持之以恒的修炼 就可以达成解锁开天眼的任务 那要怎么样修炼呢? 印度的瑜伽派可以说是最具体的修炼方式了 当然老师的门派也有类似的修炼方式 但是我们今天就来说说印度的瑜伽派的修炼方式吧 印度瑜伽派呢 他修炼的主要的不是天眼 天眼只是他们修炼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已 他们其中一个部分 瑜伽派他最主要修炼是每个人身上都有的什么?查克拉 哎?查克拉?查克拉是漫画《火影忍者》那样吗?是不是修炼的查克拉就可以学到什么影分身呢? 其实查克拉的一词是来自于印度文里面的发音叫做Chaklat 意思是什么? 他意思就是脉轮 印度瑜伽派相信这个脉轮也就是每个人身上的能量的来源 而这类的说法 同时在中国道家之中也有类似相关的文献记载 在道家中除了有一派叫做炼丹派 就是石丹飞仙 也就是中国的炼金术士之外 另外一派还有所谓的修仙派 而修仙派呢 他就最主要是做什么?修炼你的心神以打坐的方式来进行类似的修炼 这些也是类似脉轮的修炼 而佛家的禅坐打禅也是有相关的欲取同工的用途 而这些力量包含了什么呢?脉轮力量其实就是人类掌管自己身体能力的调节器 透过修炼脉轮可以逐渐掌握什么东西呢?身体器官的健康度以及心灵能量的强度 过去有许多的高僧 圣人或是很成功的企业家 他们都透过类似的缠坐或者是修炼的方式来强化自己内心的力量 那当然他的方式也类似修炼这样子脉轮的方式 让自己能够有什么更高的思考能力 感知度还有什么意志力跟心理的能量 以此来成就自己想成就的事业或者是志业 近代呢 也有所谓的科学去试着去造那个什么能量气场仪 类似貌似的啊 拍照人类身上有所谓的磁场 那也有人称他会脉轮 那其实这个部分他争议很多了 所以说那个摄像仪的事情 我们就不多谈 因为他的争议实在很多 有人说他是人造的 合成的 也有人说他是真的 无论如何 我们只知道现在近代的科学 有尝试的去证明脉轮的存在 看能不能显像出来 而在我们中华民族 像这样子的修炼 其实是比较归在哪里呢 坐禅 禅坐 还有观想 跟跟我们的什么静坐 打坐这方面的相关来做修炼 跟强化 而透过修炼的脉轮来开启天眼 就要修炼脉轮中的哪一轮呢 顶轮 那要怎么样修炼顶轮呢 相信各位都心想知道 不过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 关于脉轮 今天是我们先做一个基本的介绍 下一集关于脉轮的修炼方式 老师会跟各位做详细的说明 不然这一集会拖的很长很长很长 放心 老师第二集已经录完了 都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目前在后置之中 会很快很快就把它推出来 因为老师的节目都是一个人完成的 所以是说你要给老师一点时间 真的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请各位务必点下订阅跟赞 这样老师推出下一集的时候 你才能获得第一时间的通知 我是陈老师 本视频的说明页面的底部 有老师联系方式 若有需要老师的专业咨询服务 可以透过表单跟老师联系哦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 诶 等一下 如果你对本集有什么样的内容的一些想法 可以留在下面留言给老师 但是记得哦 礼貌留言 文明讨论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下面发问 老师可能当场回复你 或者是我们在下一集的时候 老师会提出一些问题 然后在视频中给你做回答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